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记得订阅草地状元频道 打开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哦 灯灯灯 小铃铛 小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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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要吃草莓吐司 麵要切边 好 没问题 你请坐 谢谢 好 你好 你的吐司 谢谢 小铛铛 好 不是 我点的是 旁边要切边 你怎么不切我切边 天哥 你都不知道 我的吐司没有切边 很好吃 太好了 真的 我没跟你骗 真的 你吃一样 这样 很软的 这吃起来也是同样 跟以前有切边的同样 对 对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 我们附近的面包厂的工厂 他提供给我们 他有供应在全台湾中南部 大概四到五层的面包 都是他供应的 因为它比较柔软 然后比较香脆 然后它的边也不会很硬 有的外面的边 腿边会比较硬一点 对 其实它整个咬起来的扎实度 比较合我的口味 因为它比较松 比较蓬松 朋友 听了这些客戈说到这样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好奇 这不切边的吐司 是要我吃起来 跟这切边的吐司 同样吃得很好吃 听老闆娘就在说 这间工厂的吐司 不仅是说真材实料 而且呢 还有新奇的比方 所以说 就算说没有切笔 但是呢 韩国也不会订 也不会搭 不怪说很多中南部的 年色早餐店 第一名的五千亿级的饭店 和旅游景点 都是用他们家的吐司 更新奇的是 他们又有做一款 很好吃的吐司 可以变化出三十多种的料理 不仅是说家庭主妇 还是说学生的最爱 网络订单 也是很热销哦 最好的时候 一国的会儿 可以买到六万贵店 是没什么餐厂等级的美味 咯咯咯咯 是对待在进步的吐司专家哦 小丹那这是什么米粉啊 我们叫那个面粉厂 专门为我们特制的啦 嘴巴蛮重的 来 这包几公斤的那是吗 12公斤啊 小丹 是 像这米粉喔 这是从哪里买的 这是我们从美国进口进来的 选用那个印章存卖 它买进来还要多可 区分它要的高精中精低精的 还有粉心粉这样子 因为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配方 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自己的丑楼跟它讲 它专门调配我们的面粉 属于我们的精性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面粉的也是很要求啦 那这是什么 酵母 不然它吐司业你碰不到啦 憲哥你不要看它这样子耶 它也是要随着天气变化 蒸或解 那就是我们的这包 这包是什么 盐巴 这两个 还有秘密的配方 好 那你多吃喔 不要管 秘密的配方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倒冰块跟水 为什么一定要冰块 因为这个要控制它的搅拌的温度 所以一定要用冰块 然后再来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一杯 这一杯 这一杯是什么 憲哥 嗯 你吃吐司 吃了会有的温度 什么温度 它刺生吗 鱼啊我两次也会这样啊 会啊 那吃这个就会了 这是什么 酵素 哦 清清酵素 对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如果你说像鱼 像鱼鱼 我如果像鱼酸的时候 我这个身体都这样 我温一下 来 你现在也可以水温 是温温温 真的啦 真的啦 我没有骗你 可以 可以 没有什么味道呢 对 这个酵素是来自于 日本那个 蔬菜水果的酵素 所以说 它吃起来 它对人体 帮助它那个消化 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它不会像什么 这样喔 这等一下 这是老面啊 你是要把它咬下去吗 对啊 咬下去的老面 这就是我们拌肉 穿下去的 那为什么要加这老面 不是吃起来 有一个Q键 还有鸡肉鸡 喔 鸡肉鸡喔 不是那个鸡肉 对 就是它是很像鸡肉丝 那个 你说这个多久了 这个老面的生命 已经有30亿 好 想不到说这老面 这么久了 比我们草地中文 要更加老 听小孙德在说 他的吐司 跟白人不一样 除了说 每一项完料 都是吃了很多次 才吃出来的黄金比例以外 最重要的是 超好的米团 还要用火眼金针 把它检查 还是说 这米团 又要怎么看 也是米团啊 到底是要看什么 我在看那个 粗筋 筋 它这个叫做粗筋 喔 对 有喔 你有看到吗 它已经鸡头出来了 对 对 有看到吗 有喔 这样就是出来了 哦 对 对 你看旁边 没有锯齿状 就是代表说 这个鸡头已经 好了 你有一股 看看 你看 喔 好像太冷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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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没有锯齿状 没有锯齿状 没有锯齿 没有锯齿 对 对 对 像你现在这一趟 差不多可以做几条 120条 因为我是上中南部 如果全部加起来来讲的话 100乘以120条 喔 一天要那些喔 对 就是品质我们一定要顾好 对 我坚持的是品质 喔 看你这样做这个工夫还不错 像搭很多 你做多久 六七八年有 我国中其实寒暑假 在工厂里面学 从底层开始学 没有所谓说 我今天是老板的儿子 反正我就底层开始学 一直到说我十九岁二十岁 慢慢开始学管理 那这么说就是从你爸爸 开始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再来接你 那你为什么想要接呢 就想说看爸爸喔 也努力了这么久 对 我在外面打工也是在赚钱 让父母回来帮爸爸 也是在赚钱啊 但是说真的 爸爸是四人的打招 他也是为了我们才的孩子 对 你如果不接他就觉得很失望 嗯 年轻人一定会 开发新的比爸爸更好 知道吗 有啦 堂哥 你刚好讲到 刚好最近有开发一个东西 哦 年轻人 对 那他就对了 那我先不要跟你说 好 我带你跟爸爸讲话 所以呢 加油 再拍就是 看吧 我还要拍摄 要拍摄 没有他擀面的 不是它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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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要把要把他里面的空气挤出来 我現在要把它分割成一顆一顆的 我現在要秤重 那塊差不多多長 262克 長哥你去看看有沒有 這樣喔 給你試一下 來來來來 我來看看 這樣 小心喔 這個你看看 這樣多少 187 你可以再補一點 279 正負沒關係 然後我們把它 多的補的 然後我們把它瘦一下 壓一下 壓這樣要放 你是要放在裡面嗎 不是不是 我們放這裡 是要讓它發酵一下 要多久 15分鐘左右 來 先生跟我教你 用手壓它 來 然後拿這個 往前推 第一次先把空氣稍微擠出來 對 然後再來就是把它捲 像我這樣子 像半壓 好嗎 我現在來這麼多 這樣子就好 讓我們先放旁邊 放旁邊就好了 我們這個再裝飾一下 我們二次趕 才有進吐司盒 我們不是只有趕一次而已 因為我們是四顆圍條 那是說 這放四塊下去 放下去 是怎麼烘下去了 要變得這麼漂亮 要讓它完整 讓它這麼漂亮 如果我們四顆麵盒 放進去 我們要經過發酵 發酵起來 它要膨脹 那我們還要經過 像整條魚盆一盆 我們還要炒過 所以炒蓋子烤出來 才會四四方方的 如果你們沒有蓋子 四顆山頭 它會蓋一直蓋住就對了 四顆山峰 這是年輕人講的三人講 哦 是這樣 對 雖然小孫才二十幾歲 那不然 他比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記得了一份 穩重的感覺 可能是因為 他從小時候 就對爸爸做麵包 沈沈感受到 要發揮到一間工廳 是一間很不簡單的事情 為了要讓人玩工 可以入供自己 除了說 對基站有去以外 他實際上是一天 做十幾點正的工作 而且對每一個社會 都很誠心 不怪爸爸 可以放心 各工廠 都夠給他管理哦 大...大...大孫哦 大孫哦 陳哥 你好... 你好... 嘿...我看你這樣 一直順順順 你現在是在檢查嗎 你是順什麼 我在檢查品質 因為這個品質很重要 品質 看起來很漂亮 哪一種...哪一種... 哪一種是肉的 這就是瑕疵的 它瑕疵在哪裡 看起來很漂亮 他沒有膜 你看 各度這裡沒有 對... 稍微貓一貓 我就都打到 我都要求四港沒土 這樣漂亮漂亮的 對... 人要做三明治什麼 這樣才可以做 像你剛才開始在做的時候 就很多都做到賣掉 我當時... 曾經我一天 都幾千條一天 哎呦... 不可以哦 那就是吃一天 都可以吃的 不然現在的市場很競爭 你有沒有想到... 還有肥的精神 都要在損 算不錯 顧你百年平質 是啊... 大孫哦 是... 這... 因為小孫你說的 都八分熟 八分熟到底是什麼樣子 八分熟就是說... 水分它沒有烤到那裡乾 它裡面水分壓到比較多 所以比較軟 這樣還會吃嗎 可以啊 會吃的 很好吃的 你外面賣的呢 外面賣是全熟 那為什麼怎麼八分熟 去到必全熟 因為我這個... 還要加二次加工 所以說... 我們不要把水分... 做一次就把它烤好 我們就保有給它... 八分的熟度... 水分比較多 比較軟 我們現在加工去... 再烤... 它的... 它鍋好 它不會太大 像說... 它怎麼有一種... 蒜頭的味道 哦... 長哥... 我跟你說... 鍋在這裡 這就是... 我們做... 加工的... 這個叫做... 蒜頭的... 那你總共有做幾個? 我們總共有30幾個 哦... 這要做嗎? 對... 哦... 這樣喔... 要這麼做... 這樣拿到嗎? 放進去... 沒有了... 我們這個吐司... 我們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要... 經過兩次... 越冰... 越乾... 經越久... 這個吐司... 會越好吃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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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我再來吃看看... 想說達孫啊 是... 那你當初怎麼想說... 要做這個吐司... 最主要是... 我當天吼的時候... 我是... 出來做的是... 做一般的麵包啦... 買兩隻... 洗個機台啦... 然後來創業... 來做一些... 來... 鳳雯市那裡... 結果... 撒司的時候... 撒不住... 也想要... 一度要放棄啦... 對啊... 那當初... 我負責很多啦... 我做得很辛苦啦... 對啊... 我剛才... 就... 我爸爸... 給我鼓勵啦... 就... 賣一塊錢... 給我... 去桌布啦... 對... 跟我說... 不然你就... 中心又開始做... 我才想到說... 就... 什麼東西做出來... 賣一塊錢... 還有... 每天要用就對了... 我才開始... 當老闆... 想說... 阿婆來... 做... 製司... 跟漢堡... 他們每天早上... 開門做生理... 就要用到我們的啦... 才開始... 改來做製司啦... 當初... 因為... SARS的影響... 大孫... 因為... 東西不會出去... 欠了... 六百多萬的稅務... 我才... 有爸爸的鼓勵... 才讓他... 重心來... 站起來... 每天... 都是... 天還沒更... 就不可以做... 吐司... 漢堡... 後來... 還要自己... 找早餐店... 推銷產品... 整整奧奧奧... 這樣... 花了三年的時間... 這麼像... 節目... 全部給他承諾... 甚至... 無法... 渡到... 這所謂的辛苦... 小孫啊... 都看到那個人來... 也很有國際啊... 一直在爸爸的生活... 旁邊到三天... 而且... 為了我... 農費事物... 又太空太香... 將人無法教他的吐司編啊... 這樣研發... 這是一種... 新式下午茶點心喔... 這是什麼... 年輕人的創意啊... 哦... 這是你創意的... 對... 新的... 那個... 蚵仔拼... 蚵仔拼用這個做喔... 對... 這個... 這是哪裡的蚵仔... 蛋跟蚵仔拼... 那怎麼做啊... 用這個... 比較蚵仔拼... 蚵仔拼... 來... 我們一瓶子... 哦... 平平的就好了... 嗯... 蚵仔拼... 嗯... 那麼三、四... 蚵仔拼... 對... 好... 好... 再來... 再拿一片... 哪一片... 對... 然後把它蓋上去... 蓋上去... 蓋上去... 啊... 把它壓... 從中間... 先壓一下... 嗯... 好... 那之後... 你要吃嗎... 先... 先壓一下... 好... 然後我們切它... 就是要吃比較方便啦... 對... 我們基本上... 切完之後的話... 我們... 這個還有在烤過... 憲哥... 剛好我們這有... 烤出完的... 表皮... 酥酥脆脆的... 這樣喔... 然後... 芋泥餡... 蚵仔拼... 你看裡面有多厚... 來... 喔... 喔... 蚵仔的香味... 這是皮耶... 吃起來... 皮是軟的... 不是那個硬的... 烤過就變酥脆... 酥軟... 嗯... 啊... 這個已經... 下一個生的就是這樣... 對...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種吃法... 冰冰的... 蚵仔冰... 對... 你可以... 對... 這其實都是用... 烤箱的溫度... 去做控制的... 外面熱... 因為... 又酥... 又脆... 對... 然後裡面是... 冰冰涼涼的... 蚵仔香... 對... 哎呀... 這個創意不錯... 嗯... 不錯... 不錯... 哇... 我第一次吃到... 用吐司邊... 所有的蚵仔拼... 是不會到... 這麼那麼順口... 小孫弟弟說... 現在的做生理... 就是要不斷求心求變... 這麼可以... 尤其就指定的競爭力... 所以說... 除了蚵仔拼以外... 他還跟爸爸... 作為研究... 被分析的... 冷凍披薩吐司喔... 不是說... 簡餐店... 游樂園的最愛喔... 網路團購... 也是我們市長爆單啦... 說到這樣喔... 哪是說... 能夠吃一口... 不知道... 怎麼樣的浩猴咧... 哇...小孫喔... 是... 你現在是要給我吃的... 給我吃的... 給我吃的... 這是怎麼吃的... 這都定的... 我餐個... 這還不能吃的啦... 這還要烤過... 用氣炸鍋... 烤箱也可以啦... 那我用氣炸鍋... 烤一片... 我們特色... 龍蝦... 這個是龍蝦... 龍蝦喔... 這是真的有龍蝦肉... 那我弄給你吃喔... 這差不多要烤多久之前... 這個不用退屏喔... 你就拆開... 然後用160...180度... 然後烤5分鐘至8分鐘... 現在就可以吃了... 對... 那個烤箱的話就是... 要退屏... 來... 這個就是剛剛好的... 哇... 很香的啦... 你看剛剛... 你抽出來的喔... 香味都照出來... 好 先讚... 先讚... 試看看... 這個... 對... 好吃喔... 嗯... 你看... 像這個這樣喔... 有邊邊喔... 吃得到軟軟... 還有... 有那個... 咬勁... 比較QQ這樣啦... 那種感覺... 不是我們硬梗梗的那個... 以前... 我都一定要切丁... 切丁才有在吃的... 對... 現在這個... 這就是我們厲害的地方... 對喔... 對... 我覺得... 像蝦蝦也不錯... 嗯... 針對殘葛喔... 我是可以為你吃看看... 來... 看看... 這是什麼的... 翔哥... 這是我們公司另外一個餐廳... 對... 這是我們把吐司... 做出麵包餅乾... 喔... 因為麵包我們常在吃的喔... 我們想說... 就想說把... 做成休閒餅乾... 吃了... 這如果想說... 拿去做的... 在喝茶喔... 對... 好... 讚... 對... 又香... 在這裡又酥... 對... 然後你也可以吃這個... 一口吃... 一口吃... 那個就接下去做的... 趕快... 喔... 不一樣... 那個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 欸... 不一樣... 對不對... 不一樣... 這種的... 這種比較特徵... 那種比較鬆... 對... 嗯...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了... 你現在有時候說... 要再創造什麼... 新... 新的產品... 想說從口味上... 嗯... 去做個變化... 嗯... 又...又... 我現在已經來提供一項了... 嗯... 蚵...蚵蝶... 做看看... 你如果做好的時候... 你創造什麼... 好... 我再來拍... 我來這裡... 尋門在學... 好... 回味以前... 小時候... OK... 讚... 人在說... 機會是... 留給準備好的人... 運氣是... 留給... 有實力的人... 對大孫... 跟小孫... 他們別的兒子來說... 因為... 親親了解... 對失敗中... 重新站起來的難口... 所以... 不管是... 都在開創新的出路... 讓產品... 有無限的可能... 我相信... 在他們唱粉的準備... 跟共大實力之下... 未來的路... 一定可以... 越走越伴... 越走越伴... 越走越精彩喔...